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营销总监的工作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希望寻求一份与市场营销相关 或者是服务类相关 或者是各位企业家认为适合我的岗位 谢谢 欢迎你 韩娜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 想找一份市场营销的工作 对 市场营销相关 然后有异项的企业吗 异项企业是松手和那个贾金经理这里 松手AI和藤彦教育 是吧 对 那你的期望薪酬有要求吗 六千家吧 工作地点呢 工作地点没有要求 哪里都可以 没有要求 对 您今年是四十 我四十二岁 有孩子吗 我未婚 未婚 对 你这个资料 在我看过所有的求职者资料当中 我印象是最深的 尤其是对你这个童年的这段经历 您那时候家里几个孩子 奶奶家大概有 有二三十个吧 多少多 二十几个吧 二十几个 对 小时候家里这条件怎么样 小时候家里的条件不是很好 那个时候可能我的父母呢 在金钱方面呢相对比较差一点吧 在金钱上跟我的舅舅啊 他们相比呢可能就很少 这样子呢 在一个家里边呢 是会有 是会有这种歧视所在的 我的表哥比我大三岁 然后有一次他去上学 结果他的语文书 其实是被我表姐带到学校去了 但是当时我表哥非常着急地去学校 我表哥就把我揍了一顿 其实揍得是蛮惨的 那个时候揍得我 都揍打你了 对对 我的耳朵呢都流了很多很多的血 不是里面是外面流了很多的血 那个时候我大概应该有四岁这样子吧 所以你认为表哥打你的行为 就在歧视你是不是 至少那个时候 整体的是得不到尊重的 所以我的感受就是 只有自己自私其力 才能够获得别人的尊重 只有自己动手才能够真正地封一竹石 这是我42年以来最大的感触 现在你们关系怎么样呀 现在我们关系很好 其实小的时候 类似这样的事情 可能对他造成了伤害 但是这种伤害 没有变成一种负面的力量 把他推向一个自甘堕落呀 或者说和家人有一种仇视敌对的状态 反而是让他在今后的工作当中 不断地用这种曾经过往的 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来激励自己 我个人觉得他在职场方面的 这种精神和投入 可能是不需要质疑的 大老师您的那个感受啊 从他的简历里面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其实同样的问题就来了 那今年42岁的这样一个年纪啊 职场也是很现实和相对公平的 那到了今天 为什么收入和工作 与你的付出不成正比呢 在我们看来 这就是接下来 我们要和韩娜一起来聊的了 是 96年就开始工作 做的是这个出纳销售 一直到去年最近的 旅行用品有限公司的 这个内销总监 但是我注意到 薪酬提升的这个幅度 也比较有限 因为生活是要继续的 而且生活是美好的 这些年我觉得 我过得也很幸福 包括我对我的表哥呀 舅舅呀 我们之间现在的关系 是非常非常OK的 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韩娜 韩娜 其实我今天这么讲以后 我觉得其实挺心疼的 谢谢 但我觉得你 可能是你过往精神来讲的话 你会去把你的很多的这个问题 你包裹起来 有点像思维 比如刚刚郭兰奇 他意思是说 他想问的问题是你 为什么你想赚钱 但到这个年纪 你才仅仅只赚到了这个 没有跟你的年纪 成正比的钱 对吧 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其实这样讲起来 又是一个比较心酸的事情 记得是一个冬天 一个冬天的 元旦前的一个冬天吧 突然间我有一天回家 放学回家之后 我的爸爸跟我讲 他说如果你明天不上学了 你会怎么样 我说我怎么都不会怎么想 怎么也都不会怎么样 因为在我的心里 早就有这个准备 所以第二天我就去学校 把我所有的东西全都搬回来 因为第二天是星期天 就这样子 我的学业就终止了 但是其实韩娜 我想说一点就是 这个是在舞台求职啊 才能让你一讲故事的方式 讲自己 但如果真的按照您的背景 做到总监 甚至管理过 做过负责人 你都以故事的方式 去面试的话 那其实在现实市场当中 早就灭灯了 不是的 我不是这样子的 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为人 但是你刚才的行为 是这样的结果 所以我想如果说 你希望这个面试 能够让别人聚焦到 你的优势上 请你用更自信 更有业绩结果 更能证明你的能力 来展示出来 否则的话 就是这个氛围 被带得很低频 那我们会说啊 人在职场里面 得有一个气场 这个气场呢是什么 就是你影响 这个氛围的能力 但实际上 因为她成长经历 让她带有一种 悲情的色彩 所以在舞台上呢 她就没有把她 激进阳光这一面 呈现出来 如果想想 云 我觉得通过 刚刚阿蒋学弟这个板块 她从700块钱的工资 做到现在 拿到15000月薪 可以看得出来 她真的是非常努力的 她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 我现在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说 你拿到15K 是什么样的职场能力 今天你从15K 调到6K 中间差了这么多 为什么愿意选择教育 这是要决定 我要不要留灯 换一个行业 我愿意从原来的薪资 调整到现在的6K 如果是原行业 我不用去调整 15K的职业能力 你给我们说说 为什么给到你 我在原有的公司 就拿我们的那个 直营系统来讲 我们之前是没有直营 是没有直营系统的 我到公司之后 大概半年的时间 公司全国已经有 四十几家专卖店 直营系统都太多 你做了什么工作 在建立四十家直营系统里 比如说有几个大的 这种百货和那个 购物中心的系统 都是由我自己主动去谈的 这讲你的BD的能力 还有什么能不能简洁的 就说三条 你必定的能力 和经销商的管理 产品的优化 就你现在这家最后一家公司 是吧 有多少的规模 你带多少团队 每年给你定的任务是什么 你是怎么样去实现任务的 答成你怎么样 就这个问题 我在最后这家公司 汇报人是我们董事长 我们的团队呢 人员并不是很多 大概也就二十几个人 因为我们有四个渠道在做 一个是经销商渠道 一个是直营渠道 一个是电商渠道 每年的任务呢 其实对于我来讲 公司没有给我定任务 但是我们整个销售团队 是定任务的 销售团队是你在的吗 对 销售团队是我在带 那销售团队定了有任务 为什么说你没有任务呢 销售团的任务不就是你的任务吗 就是我跟我公司之间 是没有定销售任务了 但是我跟我团队之间 是有定销售任务的 但是你个人作为管理者 你团队有任务 你自己不背任务这个事 我认为是不太靠谱的 电商渠道是你开拓的 销售额有多少 贾总 电商渠道不是我开拓的 是我在进公司之前 电商渠道就在做 那你知道电商渠道的销售额 是多少吗 13年 14年 他们差不多能做到 每年三千万的销售额 那你离开的时候呢 我离开的时候 这个渠道现在基本上 已经是不再做了 就是在不再做之前 你做到的最高的是多少 我做的时候 其实也是我们电商 从三百万 从三千万到三百万 到我手上 还是这三百万 没有变 不是 我就很落不清了 你15年才到最后这家公司 13年3000万到200万晃悠晃悠 按你说 从13到15 到底离开的20年 是应该电商高速发展的7年 而你的营收没有增加 怎么样来证明 你是有能力的呢 假准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那个行业 当时我们公司 在做电商的时候 它是从12年开始做 等做到 应该是17年 17年转到 17年陆陆续去转回公司的时候 销售额已经是 从三千万到三百万 这样的一个状态了 可是韩娜 其实刚才希望让你 想知道 17年到300万了 17到203年里里边 你觉得300万原地不动 还是又把它拉回到三千万 你直接回答 直接一点 没有动 还是300 没有变 这个就变成停牌了不做了 那你有什么能力 请你来做三年 300万不动 再做老板们 我们怎么看这个能力 假准是这样子的 公司整个它就决定 不再做那个内销的品牌 其实我们从17年 已经开始就在陆陆续续 在停掉我们的品牌 我就觉得 这个沟通还是挺费劲的 那我补一个问题 就是我刚才的一户 你是汇报给董事长的 对 你是这个公司的二把手吗 对于内销这边我是负责的 是最高核心管理层的 第一梯队吗 对 所以其实你觉得 你做了40家门店或者怎么样 这都是你的功劳 但是公司的这个战略上 出现了巨大的问题 导致公司没有业细增长的时候 你没有觉得这是你的核心管理层 应该去想的一个问题 这个确实我们当初有沟通 但是这个沟通的结果就是 我们已经在陆陆续续 其实我从18年就开始做这个 内销品牌三号的这个事情 其实过来我觉得我们不用再问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从他回答问题来看就知道 他虽然他的岗位是偏战略级的 一个部门负责人 但是他所描述他做的事情 就是一个执行者 每一个人的表现 可能从不同的角度看待 结果是不一样的 那么可能企业家看到的是一面 我表达的是一面 可能还有事实真相的一面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会有一个质疑 这是一位呢 有着比较丰富职场经验的求职者 但是他的职场表现如何 每一位企业家内心当中 都有一个自己的打分 根据你们内心当中 对于刚才韩娜的这个表现 你们给出的打分 做出你们的选择 来 有请 好 第一环节的最后 陶希和谢惠思 为我们的求职者留下了两盏灯